欢迎收看六点抢先报 我是方彦迪 马上带你来看最新消息 高雄古山去有一栋大楼 下午发生了早气外泄的意外 有四名污水处理工人受困 其中三人意识不清送医 详细情况要连线给记者高梦柔 好了我们看到这个救护人员 非常的着急 从地下车道将商换给推上来 赶紧送上救护车 而救上来的人呢 一共有四个都是清除污水的这个工人 这是高雄古山区龙德路的一处大楼 最近下午是传出了早气外泄的意外 当时救出了四个人 还一度传出是因为化粪池的早气外泄 导致四个人来昏迷 那根据了解救出来的四个人 其中三个是意识不清 幸好送医之后呢 生命真相稳定也已经恢复意识 那根据消防局表示 这个不是化粪池的早气外泄 而是污水池内部来发生意外 当时候呢这四个工人一个叠一个 只有最上面的人呢是没有被淹到水 那幸好救上来的时候呢 四个人都是有呼吸的 只是有三个人意识不清 根据了解这个污水工程呢 从早上就开始作业 一直到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发生意外 当时是有其他的工人呢 到大楼管理室来求救说 有人意识不清 因此才通知119来前来救援 而现场的有毒气体呢 都还在排空当中 以上呢是掌握到的最新讯息 主播